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砧板的生菌数比马桶多了三倍 根据台湾的研究竟然还高达十二倍 难怪最近大陆有媒体报道 有一家人完全没有癌症家族病史 竟然一个一个罹患了癌症 怀疑就是砧板惹的祸 另外厨房里面还有刀子 筷子 其实也是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难道这些我们赖以吃饭的家伙 竟然是我们导致生病的原因吗 我们要怎么样挑 怎么选 怎么清洁 才能确保健康呢 要健康就别走开哦 整人介绍现场来宾 食品检验专家何忠平 砧板最怕随便洗洗 发霉了全家吃下肚 教你挑选砧板的好技巧 林口唐根医院护理师谭敦慈 潮湿让厨房滋生细菌 挑对料理工具省钱又健康 国研欲出雷一宗 不管在家煮后外食足 直接接触食材的砧板筷子 绝不能轻忽 家事达人陈颖茹 岁末年终厨房一定要大扫除 教你清洁妙招 省时不费力 好疼人 可能想不到我们用的砧板 居然比马桶还脏 这真的是有研究的 我们来看 那个朝阳科技大学的陈耀宽博士 他研究显示 就是马桶最脏的部分有3000只细菌 但是使用两个月的砧板 就有43000只细菌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报道 砧板上切食材 在夜市随处都可以看得到 不过放大来看 这砧板不知用了多久 表面黑一层 旁边还有一点一点的发霉痕迹 要吃进肚子里的食物 放在这样的砧板上 让人真的很不安 你家里用的是原木的砧板的话 通常一个地方发霉 你没有赶快处理的话 把它赶快弄干 它整个就会一直发霉 一直霉过来 像日本的细菌学会 他们就有统计过 本来他们采样 本来是有一千万个 大肠杆菌的地方 结果因为这样泡过一个小时以后 在研发现不到100个 不过只有一种情况 就算消毒也无法完全灭菌 就是砧板上刀痕太深 很容易藏无纳垢 提醒民众 不管是在家煮食 或者在外用餐 直接接触食材的砧板卫生 绝对不能轻忽 否则很容易将病菌 统统吃下肚 砧板的干净程度 真的要注意 不只在家里要注意 我觉得看起来外食更要注意 因为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样的砧板 最快就要切了 所以为了了解那个砧板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有问题 我们把这个摄影棚里面 我们能够找到的砧板 找了三块 这块是塑胶的 这两块是木板的 结果塑胶砧板 生菌素是840 检验专家 这样还好吗 还好 但是表示上面还是有细菌 是 表示有细菌 我们这个都有洗干净的 对啊 这个看起来是最干净 结果它最高 2610 表面还蛮漂亮的 对啊 所以说细菌我们是看不见的 不是 不能以表面的 看起来干净 这个木头砧板 只有330 可是我觉得它看起来 反而好像是最脏 它也有很多的 刀痕又很明显 所以说有时候不要太相信 我们的眼睛 真的 那可是我们也不能把 那个砧板都送去送宴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大家都很关心 大陆的媒体最近报道 就是有 不是不止一个家庭 就是有两三个家庭 就是原来家族里面 都没有癌症的历史 可是家族 就是这个家庭里面的人 一个一个的都得了癌症 所以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他们就怀疑说 会不会是砧板 来 谭老师你觉得呢 其实这个砧板 很容易藏污纳垢 没有错 其实我想在台湾 会比其他地方严重 大概就是黴菌毒素 那黴菌毒素 这个伤肝脏症 这个一定的 而且它也是 黄菌毒素本来就是 一级材物质 所以你跟 像刚刚那个说 你已经看到它发霉的时候 那霉菌丝已经到里面了吗 其实那个就 已经是要调态掉的东西 对 所以平常要清洗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借重大家的智慧 来帮大家做一个诊断 因为家家都有砧板 对 厨师更常用砧板 对 砧板也对 所以我们出外要健康的话 就靠厨师的选择砧板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砧板的材质 其实非常重要 决定说到底好不好清洗 好不好保养 甚至说好不好去做一个 甚至料理 所以大家最注意最注意的就是材质 来来来 那今天大家都有带自己的砧板来吗 我们从那个映如好了 映如你是家世达人 对 在你用什么砧板 我用的是竹的砧板 然后其实原因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就是我列出来 我主要会选它 第一个就是价格上面 我觉得它价格比较平实 多少钱 因为我这个其实 我是台湾做的 然后买大概五六百块 然后它有小的是那种切水果的 大概就是四五百块钱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 我不会想要买很贵 然后可能用个将近半年 就把它换掉 常常换 对 宁愿常换 那另外它清洁还蛮容易的 其实就一般来说 其实像我都洗过 或者就是少一点点洗碗精 就可以洗得很干净 然后它还有一个好处 我觉得是还蛮快干 但是大家常会说 竹子的容易发霉 是因为像我是买那种 猫字型的砧板架 跨在上面 它其实通风好 它其实就很快干 对 通风也很重要 对 通风好 你跨在那里 家里不通风还是一样 对 其实因为我们家 通风还不错 我就觉得它其实 不会像大家反映的 就是很容易发霉这件事情 好 来 我们的这个 对 玉竹 需要特别选择 像我选择的部分 我就会比较选择 像这种AVS那种材质 那AVS材质就是那种高密度素质 那这个材质来讲的话 它是比较容易怎么样 第一个它是比较容易清洁 然后它也比较耐切 然后抗菌呢 它其实也比较有那种抗菌的效果 因为发霉 会有一些滋长细菌 通常都是切的时候那个切痕 那黴菌的部分 可能就会在切痕那边 来做一个滋长跟产生的 那这个不会有吗 这个不会有 对 因为它的密度 不会有切痕哦 不会 因为它的密度高 高密度 所以它在重切的部分 会比较耐切 但是你不要拿来剁 但是拿来剁的话 其实每一种沾板 都多多少少会去做一个损伤 其实AVS也是 是塑胶的一种吗 是塑胶的一种 也是塑胶 只是高密度的数字而已 没错 所以相对价格就高了 价格就高 所以那一块大概要多少钱 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大概要五千多块 要五千多块 对 它百万是中原器 会比较便宜 那如果是也是半年 要换一块的话 那就很伤合吧 对 谭老师 我这个砧板已经用了 十几年了 真的 对 因为这时候 那时候是刚出来 那其实我选它的一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干净 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 可以保险菌的 可以那个有什么脏东西进去的 那其实我选这个 还有一个原因 它就是没有任何颜色 因为我不大喜欢有颜色的东西 听说你有颜色恐惧症 对 我接触食物 只要看到颜色就会想到 可能有毒素 或者是有重金属 我担心就是有一些东西 像我接触食物的 都是越干净越好 不要有任何颜色 那我其实我的烹调都是很简单 这好切吗 我觉得切下去会不会有咯吱 咯吱的声音 对 不大会 不大会吗 使用习惯的问题 我觉得是使用上的那个 因为我们家讲的都是儿子 所以我不需要做那种很繁复的菜 我觉得该切块就切块 该切那个 那其实现在很多的 干脆也说用手撕 对 然后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机器 可以帮你一拉 就碎掉了 你就不用再用这一个 所以就减少了剁的时间 对 我也蛮常用剪刀 可是你只用一块吗 因为我 没有 我很多块 很多块 都是玻璃 全部都是玻璃 对 我水果一个 然后生死一个 然后那个肉一个 我就是单独的 因为我比较怕有长张东西 好 来来来 我们的检验专家 你一定对家里的时候 检验要求很严格 你用什么 我用的话就是我们是最常见的 就是PP材质的塑胶的干板 真的 为什么 to my surprise 我以为你一定很讲究 好 第一个塑胶砧板 其实它是价格相对是便宜 是 相对低念 那另外是白色材质 假如上面有污染的话 我们比较容易看得到 那另外就是刚才说的 不伤刀刃 它也不伤刀 对 它可以吸收 假如说上面有刀痕的话 是 我们可以清洁 可以做消毒 那最重要就是刚才谭老师有讲 就要分开来 所以我们至少有两块的一个砧板 一大一小 那我们用尺寸来区分 就是让食用的人可以知道 像我们这一块大的 是切神石 小的我们切熟石 日本有卖到一整组 有很多颜色 就告诉你说肉又一整 而且那个颜色都好鲜艳切 你看起来更可怕 没有错 去区分你颜色本身就有危机 而且我们知道 像最近有验血迁 确证的是 就是有一个小孩 九岁 他里面血迁含量过高 然后就查不出原因 去他再看就发现 有很多鲜艳颜色的塑胶玩具 所以 很常见这样 怀疑是这样 不过连砧板 也要有开板仪式 而且它使用上 要注意到很多美美嘎嘎 才不会让自己吃到很多戏剧 要注意些什么呢 待会告诉你 居然好可怕 我们家里的砧板 比马桶还脏 那除了 因为使用方法不同 大家材料选择不同以外 可能就最重要是靠清洁 它还它本来面目 不过我们先来说 刚刚那个材质还没谈完 在我们家里 我们当然依照使用方式不同 而有不同的选择 但有没有一个规定 或者你们检验的结果 我们说哪一种最好 我们针对餐饮业 就我们一般饮业用的业者的话 我们希望所有用的砧板 都一定要用PP材质的 这是政府规定的 这也不是政府规定 是建议 为什么要用这个塑胶材质 因为木头材质 在家里面可能有人会比较有时间 去做维护保养 但在这个饮业上 我们一定都很忙 所以的话用木头材质 不可避免的 木头的纤维一定会吸收水分 吸收水分它上面一定会发霉 久的话 我们看我们的木头砧板 一定是越用越薄 中间凹了一个大洞 对 那都吃进去了 好恐怖 吃进去没关系 假如是木头的话 现在吃进去可能都是 里面发霉腐烂的部分 都被我们吃下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在做餐饮业者 就像厨师的卫生奖学训练的时候 我们希望都是用PP材质 那这里有好几块 看起来这都是PP吗 PP跟PE有什么差别 我们要注意 假如我们会用到热食的话 能够耐热 一定是PP材质 那另外有种叫PE PE的话它可能变化比较大 包括造型 包括颜色 但是它大概只能耐到60度之一 所以这种有颜色的可能是PE 对 那这个跟它看起来也不太像 它是PP还是PE呢 这要看它的标示 要看标示 所以我们买砧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因为以目前我们食安法的规定 只要是食品器具容器的话 它一定要完整地标示 真的吗 这是我们制作单位 今天早上才去买的 对 然后去买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的标示 然后他说 为什么这个看起来比较清透呢 因为就是它没有添任何的杂质 所以是比较好的 可是我们不晓得 它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材质 下去制作 所以光用眼观是没有办法判断的 光用眼观 它外面没有这个包装标示的话 制造厂商用的材质的话 其实它已经是有一个违法的产品 那刚刚它的那个ABS的 是可以的吗 那个也是可以 它等于是它一定有做一些耐热试验 一些溶出试验 是符合食品级的标准 那很多人就会说 哎呦 很多人认为说我们现在免疫力太低了 小孩子动不动就生病 就是我们太注意干净 太杀菌了 是不是 来 其实不要这样子想 有些人他真的需要在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中 像有一些在化疗的过程等等 它的白雪球是会下降的 那这个是真的要特别要小心 那其实家庭的用品 尤其是吃进去的东西 真的我建议还是要保持干净 不要拉扯这样拉扯短 因为有时候这些菌呢 在你身体好的时候你没什么影响 但是有一天你身体免疫力不好的时候 它会出来做怪的 我觉得这还是要小心一点 对 但是我刚刚也听你们讲说 各种清洁 你们都有各种清洁的妙法 但是也有些清洁 你们是不以为然的 我们来看看 先来看就说使用方法怎么样才是正确 第一个 一个砧板 大家用生食熟食都可以 这也是送分题 大家都知道不可以 但是我居然看到有位专家 他说连猪肉和鸡肉都要分开 有吗 对 为什么 最好是 因为里面的细菌不一样 假如鸡肉的话 我们担心是里面有个叫砂门式杆菌 它耐热温度大概要七十几度才会杀死 那猪肉呢 它有寄生虫的一个问题 它有一个叫炫毛虫 所以我们假如说切完鸡肉再去切猪肉 那我们喷嚼猪肉不是不用煮很熟的话 那可能里面的砂门式杆菌 还没有杀掉 那我们假如切完猪肉去切蔬菜 那可能我们这个蔬菜只用快炒 所以我们的加热温度又没有把炫毛虫杀死 炫毛虫有多少度 它至少要六十度是以上 六十度是以上 它的死亡的温度是比较低 比较不耐热 但是还是要经过加热 加热 那你家蔬菜拿来都超过七十度 对 假如是我们生菜沙拉或水果的话 那就要当熟食 不过如果我们是把它都煮得很熟 都是红烧 或者是说都焖得很熟 应该就没有关系 没有错 假如都是长时间加热 都到滚的到熟的话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怕白切鸡 但是就怕有时候没有煮熟 白切鸡他们有的时候为了嫩 对 他们都没有 那个骨头都是红的 对 骨头没有很熟就拿去剁 然后就把这些有一些生死的血水什么 就是残留在这个砧板里面 那就刚才我们何老师也在讲 像木头的砧板你知道 为什么会越用越凹进去就是这样 因为每次我们剁完看到有残留那种血水 就用刀子去刮 是不然越刮越薄 然后中间就凹一个洞 好在是刮掉的 不是被我们吃掉的 对对对 那刮掉 也是有吃掉的 也是有吃掉的 两个都有 好 来来来 第二个 砧板只要没有裂开或损害就可以继续使用 对吗 每个人都说错 所以你们认为理想砧板的换的时间是多少 其实我们砧板要更换的这个时机点 最主要还是要看到使用频率 对 最主要是说像尤其像餐厅 在用的那种使用频率 用那种 那种皮皮材质的那种 皮皮材质的那种砧板 其实我们通常都会三到四个 就一剂就会淘汰一次 如果像一般家庭来讲的话 在用的像我们选用这种硕钢材质 甚至一整年 换一次就没有问题 只要你保养的 或者就是说你不要 看到有刀痕的话 就应该要换了 对对 因为有刀痕就容易有藏那种 刚刚我听那个谭老师 他很惊讶地说 他说那个塑胶也是会切有利害 那是塑胶那个切出来的东西 我们吃下去 不是就把塑化剂吃下去 所以这一些 我们说这一些食品 皮皮是没有塑化剂 都必须不要到这个来路 去买来路不明的 一定要有完整包装 上面有制造厂商地址电话 它使用的材质 它是单一材质 里面有加了哪些添加剂 以目前法规的要求 都必须要完整地标示 可是如果我也看不到 如果我也不知道哪一种 就是说切了以后 有横的话 哪一种比较危险 PP危险吗 PP相对比较不危险 比较不危险 对 在塑胶材质里面 它是最不危险的 所使用到的添加剂 是相对是少的 好 放心一点 好 来第三个 砧板发霉 刮掉或是拿去晒太阳就好了 来来来 对不对 刮掉当然不可以 我不会建议说去晒太阳 对 因为拿到户外 事实上污染更多 尤其太阳里面这紫外光 虽然可以杀菌 但是它一定会让我们 这砧板的材质 这个脆化烈化 更不容易保存 好 用热水洗砧板 效果最好 通常我都会用那种 食用级的中性解碗精 就是那个 现在有很多里面有那个什么 椰子油成分的那种什么 那个清洁剂 去把它做一个中性的清洁剂 做一个清洗 那等我们第一道的这个手续 就是把砧板的这个油渍油污 去把它清洗完之后 我可能就是会用这个漂白水 那漂白水我就会用那种 食用级的漂白水 然后去把它做一个50 稀释就是50比1的方式 去把它稀释开来 其实闻起来都不会有 漂白水的味道了 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餐饮的卫生法规来讲 用这个稀释过后的 食用级的漂白水 是可以去漂这个砧板的 那我通常都会用这个厨房纸巾 那这个厨房纸巾 我可能就是会把它盖在这个砧板上 盖在砧板上之后 然后淋上我们这个 稀释过后的这个漂白水 然后把它覆盖住 大概两三个小时呢 它这个整个砧板的一个刮痕颜色呢 还有就是说染色的部分 整个就会把它摇起来 而且会具有一个消毒杀菌的一个效果 好 我来问谭老师 谭老师非常picky的 你觉得这对吗 其实它这个做法是对的 因为漂白水有的是可以用在一些餐具的清洗 这个有时候在台风过后 有没有 如果你的家里是脏的话 其实有的要用这个漂白水来清洗 实用级的漂白水 跟一般的洗衣服的漂白水 什么不一样 这不大一样 因为有绿系 然后有氧气 其实它用的是食品级的 这是相对安全 好 来来来 那我要讲一下我们的方法 我通常洗的时候 我都会先用冷水 再用热水 因为像海鲜的东西 我发现用热水直接洗的话 它的行为有时候会 因为它有一些蛋白质 然后预热 就反而我觉得像 就掉在那里 对 就粘在上面 所以我都会用冷水 把它等于是稍微刷洗 然后冲掉 然后热水 因为我觉得它的去污 或去油效果比较好 然后因为我刚才给大家看 因为我是用竹的砧板 所以我就是用自然的方式晾干 但是在清洁的话 一般来说我会用到像是小苏打跟醋 然后另外还有盐 那平常用完的话 我通常的方式就是拿盐跟小苏打 我就会用1比1的比例混合 是 然后目的是因为 我觉得像小苏打的话 它的去油污是有比较好的效果 然后盐是因为它的颗粒会比较粗 所以有时候像那个刀痕的地方 如果有卡一些脏污 我想要利用盐的摩擦力去把它磨掉 所以我会加盐 把它们两个混合 然后选这两个 当然最重要是这两样都是可以吃的东西 而且都相对的价格也不会太贵 对 所以我就拿它们来清砧板的话 我就觉得很安全 所以我的方式就是把它们混合以后 就直接等于是代替清洁剂 就在上面直接刷洗 然后其实都可以感觉到 有那种小颗粒的感觉 所以就可以顺便把脏污给抹掉 感觉好像去脚子 对 像去脚子 对 就去脚子的概念 就是这样子的方式清 然后为什么我还要准备一个醋 像我妈妈她都有个习惯 有时候要切一些 比如说要直接生食的东西 她就会拿醋把砧板再冲过一遍 然后第一可以去腥味 然后第二可以杀菌 因为看有些日本料理的师傅 直接用醋冲 就是涂抹在这 妈妈你也很高的成本 然后就用醋再把那个砧板 再谁是清过一次 但是真的就像那个云如讲的 它这个如果发霉 真的还是不要用 因为它即使用醋 其实也是杀不了它的 对 这醋其实并没有什么杀菌的效果 应该这么说 应该是这么说 我们用的醋 食用级的醋 它的浓度都不够 所以对于维生物事实上 它并没有杀蔓的一个效果 尤其是我们抑制它生脏 但是它的云菌 菌丝其实已经都深入了 对 就是说像那个水果 如果发霉的话 整颗都要丢掉 因为你不能割掉再吃 对 就像那个砧板 不能割掉再用 所以它可能会跑到里面 所以它去腥味 我个人觉得好像 我就会拿柠檬或者醋 来去腥味 因为我觉得它还蛮有效 谭老师 你的方法是怎么样 其实我就是用完立刻清洗 因为我的是那个锅里的 那我其实很简单 我就是用一些冷水 然后洗一洗 然后用这个中性清洁剂洗 可能清洁剂也要慎选 因为你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清洁剂 对 它是砧板上 对 我们的专家 检验专家你是怎么用的 OK 因为刚才陈老师说的 比如说用盐跟这个小苏打 其实它大概清洁效果 是因为它的摩擦 就像刚才林师傅说的 像我们磨砂膏一样 是 摩擦去角质 它是等于是一个物理的作用 那当然假如污染不是很严重的话 这样抹一抹 还是可以把它去除 可是要担心的就是假如说 硬度比较高 可能就把表面磨损了 对 就是你刷的那个刷子才硬 对 未来的话 可能上面更容易附着一些细菌 那意思是说表面它都特别有处理过 做一些异菌 不是 应该是说都是光滑的表面 希望表面是光滑的 OK 好 那可能会加速我们这些砧板的这个 折旧和寿命 裂化 裂化 那一般假如是比较脏的 就是我们假如简单喷条 其实就是用水 这个洗一洗 刷这个菜瓜布的柔软面去把它刮一刮 这样就可以了 但假如比较脏的话 比如说有油漬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会希望一个标准的清洁方式 是用食用级的洗洁剂 它上面也是一样标示都要标示清楚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我们看不懂的最好就不要买了 对 所以我干脆都用那种什么橘子皮精油的 那种最单纯的 比较单纯的 对 单纯最好 那清洁完的话 一般我们还是会做一个消毒 还要消毒 消毒的话我们要注意 就是一定要买的 必须要是食品级的消毒剂 是 假如我们可以找得到次氯酸二氧化氯 这些有杀菌又有漂白的功能 那假如我们家里面就是要准备 比如说百分之七十五的酒精 这也有杀菌的功能 所以所谓食品级 它就是必须要有食品添加物的许可证 不要去买一般超市里面的卖的漂白水 那漂白水其实都是这个衣服用的 OK 所以并不是真正的食品的漂白水 对 其实它是工业级的 所以也是像那个刚刚雷师傅讲的 你就是把它倒 所以洗干净以后把它用一个纸或者用一个布 盖在它上面 对 让它帮它清洁漂白 对 好极了 那砧板的好兄弟呢 就是刀 刀也有问题吗 待会儿回来告诉你 我们常说 功于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这个就一定是要利的嘛 刀切菜用的 看起来这个亮晃晃的刀啊 应该是不太有什么危机嘛 对 可是我们就把它送剪了 送了一把这个大刀 一把这个小刀 然后结果我们来看结果怎么样 木头刀柄呢 身据数是780 还蛮空的 因为这些刀其实都是我们制作单位洗干净 保存的刀具 都是洗过的嘛 那洗过应该是相对是比较干净的 可是一检测的话 发现它中间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现在看起来它的刀片还好 刀片只有20 没错 显然是 到底多少是标准 身据数在多少以内是标准的 一般来说我们希望越干净也好 好像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值 但是你看我们这两把刀 一个是20 一个780 这个 这个 对 这个是20 就差了几乎35倍 所以真的要处处小心 不过它比砧板好多 刚刚砧板都2000多 是 没错 是 所以在用刀方面 来 我们先来调查一下 到底各位有几把刀 是9把刀吗 厨师先想 你被吓我了 你有27把刀 干嘛 27把刀 因为 你变非刀吗 其实我们这样讲 其实为什么我会那么多把刀 因为一般来讲 像第一个 我是比较属于专业型的厨师 那当然刀子的部分 有分中西日的刀 刀种不一样 27把刀是这样子 我每做一种菜 还是说我们每做一种 不同功能的一些料理的话 其实我用的那个刀具 就会不一样 所以才会有到27把那么多 我觉得9把刀拜你为师 因为它是三倍 三倍 三倍 来 映如 我相信之下我的就差很多 我的量 我的只有五把 然后我基本上 在家里面算少的 因为一个家庭 通常都会有几把刀 对 就是一个就是切那种生鲜的 然后一个就是切水果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剁刀 但是当然就比较少用 就真的要剁鸡剁鸭的 然后还有像那个面包刀 因为我们有自己做面包 早上要切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是那种 刀面上有很多洞孔的那一种 对 有一种 因为有些生的很会黏的食物是 我就会把它拿来用 就会用那一种刀子 所以主要就是这一些 台老师呢 大概是七把左右 不合七把刀 因为我是水果就水果 然后生菜就生菜 然后青菜 青菜 然后鱼一把 然后肉一把 真的 对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分开来的 那鸡肉 猪肉 我是没有分 因为我大多这些东西 对 但是我会把海鲜跟肉分开来 为什么 你的想法 其实呢 因为海鲜呢 我们吃了比较多 然后肉吃了比较少 那我就会觉得做这两种 因为我们当时海鲜有一些海洋护菌嘛 那这个肉比较不会 那就不要混在一起 你挑的刀好像也跟人家不一样 我不大喜欢那个就是有接缝的 因为不好清洗 而且因为我在洗刀子 我大概不会像别人是这样洗 因为我定是整把都要洗 那洗完之后我超级怕那个黴菌的 所以我都要整把就是要有红干 然后再晾起来 所以我的刀子也是一体成型 而且没有任何的接缝 对 因为这样好洗 而且你也要清洗然后要红干 对 那我们的检验是 好单纯 我们就相对就单纯了 我说我们都是简单碰条 对 所以我就是一把刀 很少可以加开火 我比较少开火 要少但是还是要 至少要分生食跟熟食 OK 所以我们至少还是有两把刀 而且这两把刀 不管是外形或颜色 我还是把它做一个区隔 一把是做生食 一把是做熟食 那另外一把就是大菜刀剁刀 那个用到的机会就相对比较少 那我们在刀饼的部分 我们特别挑 这个不是木头 这是塑胶 也是热硕型的一个塑胶 所以就是避免这个木头 是真的比较容易敷 那个核 发霉 我们也可以整把放进去 这个不管是加热 杀菌或是烘干 用这个 这个外光照 你说放到洗碗机 也可以放到烘碗机 都可以 都可以 你觉得要这样比较好 至少至少还是要生熟食 要分开来 好 来来 映如你 你呢 我其实也是用一体成型的 因为我觉得比较好清洗 而且耐用度会比较好 所以基本上我最常用的是像这一种 但是其实我还有用一个东西是那个陶瓷刀 陶瓷刀我会拿来切水果 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用金属的刀子 切完水果 那个水果上面会有一点点金属的味道 我比较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陶瓷刀有一个缺点 像这一个就是 只要一不小心 因为有时候没有注意到 切到 比如说芭拉有紫色的地方 它就很容易缺角 那其实像这个就不能用 尤其是餐饮业者 我们建议不要用陶瓷刀 对 因为它陶瓷的成分 一般叫食品工厂 它没有金属检测机 它这个碎片又检测不到 万一我们餐厅吃到 缺角 缺角这个碎片吃下去了 这个就麻烦了 对 所以一般我们说餐饮业者 我们还是希望像谭老师 这样整把都是不锈钢的 甚至于您大的剁刀 也是都有整把不锈钢的 对 这样子就最容易保持清真 真的 那这样我以前 我也是还特别去买那个陶瓷刀 因为有一阵子大家都很流行 对 而且我本来买的白的 我的朋友跟我说 黑的更好切 我又去花大价钱 因为黑的又比较贵 所以有碳钢 又买了一个黑的 我后来发现 它们都很容易坏掉 对 好 那我们现在有个厨师在这里 对 我们也要充分利用 是 通常我们家里 就是说不同的刀型 到底有什么用途 好 你跟我们说明一下 像我们这个呢 其实它是不锈钢框心手把 其实这种的话 其实是最安全最威尘 而且我们在切的时候 安全性也比较有 如果你预算没有那么高的话 就是说不要买这种一体成型 因为预算没有那么高 那至少你去挑这种 所谓的一样是ABS 都用手笔的那一种 那每一种的刀的种类呢 一定有不一样的一个用途 举例来讲我现在拿的这个 是比较属于大型的这种菜刀 这是要做什么用呢 那这种菜刀其实呢 你不管是切比较高的一个菜呢 还是说要去剁那个鸡肉 所谓轻剁的部分 是OK的 那这种西式的刀呢 其实它就所谓的一个万用刀 那这万用刀呢 不管你要切菜切肉都很方便 因为它其实呢 是做一个尖头的 那切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依照我们的这个 切的一个习惯 你可以用画用拖的方式 那像这刀身的部分 中间跟尾部的部分 比较适合做一个压切的一个动作 所以它是切肉 切鱼 切蔬菜都可以 都可以 那你要区分的话 你都一样的话就很难区分了 那你怎么办 其实我是大大小小朋友一样的区分 你是用不太多 不一样大小 不小不大小来做 都同样的形状 我都是一体成型 都是一体成型 对 是 那大家还有就是说 在买刀具上 有没有什么建议 或者怎么挑选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刀具使用在专业的厨师 其实它有很多的分类 那我们一般家庭的话 其实最重要一个原则 我觉得就是不要买木头刀笔 对 好 第一个 不要买木头刀笔 那用这个塑胶的或者是最好的话 当然是不锈钢的 不锈钢 对 它上面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长屋纳垢了 我们先先随便洗一下 它就可以刀具 好 那既然刀具 选购有了 那清洁 刚刚大家也讲了 大概就是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 然后最好是烘干 烘干 对 还有就是说 我们的刀 如果像谭老师这样子 它都很环保 跟我一样就舍不得丢东西 我们不是舍不得它的价钱 是舍不得制造垃圾 对不对 所以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怎么样让一把刀 就是 就用了一万年这样 其实不是一万年 其实是比较可以说去耐用 跟用得比较久一点 那其实我们在刀子的部分 一定要种它的一个保养 那很多以前的那个妈妈 或像我阿嬷 她以前都会拿起那个碗弓 那盘子后面在那边 就这样画了几刀 尤其有时候拿那个破的碗 破的那边在那边 对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的那个碗弓 后面都会有那个 所谓的那个桃柚的一些涂层 那突然其实你这样磨 其实都会把那种涂层 整个刮下来 其实是对了 对 不好 其实是破的那一面也有 是 破的那一面也有 而且搞不好 还有陶瓷里面的东西也跑去了 是啊 是啊 那后来就是大家演变 就是说会用磨刀石去磨 那现在磨刀石呢 久而久之间有没有发现 我们磨刀石磨完之后呢 中间那一个都凹进去 其实你也会把那个磨刀石的 那个砂石的部分给磨下来 其实用磨刀石其实也是很OK的 那我们洗干净了 它还会在刀上吗 其实有时候会残留 因为我们在磨的时候呢 像这个是不锈钢 它里面一样跟我们锅子一样 会有刮痕 刮痕它可能就会残留在里面 那现在呢 其实我们在磨刀石呢 现在如果比较高科技的那种磨法 我们都会使用这种 高密度的那种碳钢的部分的磨刀棒 是碳钢喔 不锈钢 我以为是说 以子之毛公子之盾 所以两个都是 一个都是不锈钢 我们就来比一子超级比例 你真的有啊 这个有 那个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它没有办法控制它的力度 那个角度 我们专业的厨师 事实上它出来刀刃 那个角度非常重要 就是你那个刃会跑掉 对 那其实像我们有时候去那个什么夜市 或去吃那种什么铁板烧 他们拿起或那个屠夫 那种鱼肉点的那种 拿起来再磨刀棒都会这样甩 其实也是错误 好像很帅气 我们在磨刀石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刀子跟磨刀棒买回来 要开 就是让它开封的时候 其实呢 我们磨刀棒是要朝下的 朝下的部分 我们就先给它中火 这样子的先把它磨掉 一买回来就要先磨 就先给它磨掉 对 先磨掉外面的这一层 就是把它有一点像开封的那种感觉 所以给它开封的那种感觉 我以为它都开好了 没有 有开好了 但是你回来还在锁 再磨再洗过一次 像我们平常在家里面煮完饭之后 要保养的话就是 由上往下磨 像一个打勾的方式 像这个是磨刀棒这个刀子 由上往下呢 这样子像打勾的方式这样磨 OK 那我们像我们现在都已经磨到很熟练了 就是我们要漂亮一点这样子 轻轻松松的这样子 这样子磨 整个刀韧度左右边都可以磨得到 这样就韧不会跑掉吗 对 不会跑掉 而且磨起来的刀子 我们这样给它看 我这把刀子会闪 真的 好闪喔 会闪 这整个刀锋会闪 那那个 我刚刚看那个手势很慢尿 对 就是要优雅一点 优雅一点 优雅一点就这样子给它磨就好了 轻轻松松这样磨 这个有开刀仪式 刚刚我们要教大家那个开板仪式 砧板也有开板仪式 彭老师你是很挑剔的 你的开板仪式如何 其实我基本上 如果像那个博士用的那种 或者是像那个 塑胶的 对 其实塑的我可能就会塑一下 那塑胶的我就不会拿来塑 我就是用东西洗劫机洗一洗 这样子就可以了 不要再用消毒什么的 其实不用了 自己在家刚开始的开 这个不用 对 所以不用 那么矫枉过正也不用了 不然我都快要被吓死了 还有一个我们更常用的东西 可能你也想不到 它的表面比你想的更可怕 带我回来 我们继续讨论 咱们中国人吃饭呢 一定要有筷子 这筷子呢 直接接触食物 送进嘴里 好像也很重要 我从来就是 很多人大概没有想象到 筷子也会有问题 所以为了做这一集呢 我们就把 看起来非常干净的 我们摄影棚里面 常常用到的这个餐具 拿去送检 结果呢 这个有小花的筷子 还不错 是8生菌素 这个双色的筷子 生菌素是18 这个看起来很无辜 很干净的汤匙 居然是23 不过筷子呢 除了细菌 就细菌也许不是 完全最重要的东西 那还有什么问题 是我们值得重视的 我们要来讨论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 专家都用什么筷子 好像我的部分 都会比较喜欢用不锈钢 跟这个硕钢材质 是因为呢 它这个材质的部分呢 是第一个它抗菌 那第二个它耐热 因为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 这个是我之前在 吃的这个环保筷 那这个环保筷是材质 在这边有一个勾槽的部分 有没有看到 就是一圈一圈的这种勾槽 那其实勾槽呢 它这个很容易去 藏污纳购在里面 那像我会用的 这两种的筷子呢 是没有这种勾槽 而且其实这个筷子呢 我们是很容易去取的 像这个就在知名的一个 小龙包店 就可以去买到的这种筷子 这非常好用 好 来 我们来看看 来 映如呢 我其实还是一样 又是用的是竹子 你真是君子啊 对 君子爱竹 君有独钟 我当初买其实主要考量 就一个就是 当然就是没有上期 我就感觉会比较安心 但是我发现竹坏 可是我也很担心它发霉 我觉得它容易发霉 对 竹坏以前有个问题 就很容易发霉 像我那一天就故意 就是知道来上节目 我就故意不把它 洗完以后没有把它烘干 直接放到一个桶子 然后果然两天后 大家其实可以很明显看到 对 上面都有霉 就变迷彩 所以我发现竹块的问题 就是跟竹砧板一样 其实就是晾干这一块 要做得很彻底 对 反正它真的很容易发霉 就是使用上是要稍微留意的 好 来来 我们的独物达人呢 我就是会蛮有标示的 是包 包 就是304 18比8 304 不锈钢 来来 修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筷子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 跟像刚才 我这个两个 我这个就会重一点 那我这个呢 比较特别的是 它是一体成型的 也是一体成型的 对 就是没有像前面 有一些那个就是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个 都找不到一点点的缝隙 那夹东西又会不会滑 对 所以练就好功夫 我觉得这用 我现在也改用不锈钢 我发现它最大的缺点 就是夹不住 我家最早以前呢 就是跟大家一样嘛 这筷子好美 后来我觉得说 这好像有问题 就换成那种美奈米的 它看起来也很好看 然后公筷 丝块 一个是黑的 一个是白的 还可以变色 尤其请客的时候还不错 后来我又担心说 对啊 这个是不是 塑化会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现在干脆就换成不锈钢 不锈钢 可是不锈钢的话 就常常奋力地夹 对 尤其它都是圆的 就是你如果没有勾槽的话 勾槽又怕会有在意 勾槽又不行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练久了 这小孩子就手很巧 他可以夹花生 那个小鸡就会夹花生 对 另外一个劲呢 对 手眼平衡会更好 手脑平衡 对 蛮好的一个方式 来来来 我们来看专家揭晓 你们家是用什么 我也是用不锈钢的 那我们是用最单纯的不锈钢 就刚才唐老师说的 那不锈钢上 不锈钢要注意有不同的一个材质 对 有304 有316 对 或者更低的一个材质 最少最少我们还是要用304 以上的 对 那刚才有说到说不容易夹 其实多练习就好 真的 尤其是现在假如小朋友 再去要吃营养午餐 现在通通都是发不锈钢的怪态 所以小朋友都能吃了 所以在餐厅 你在餐厅也是觉得 应该都用不锈钢吗 对 没有错 现在连一些有的就是 还不错规模的那个日式餐厅 他也喜欢给你那个竹制的 一次性的筷子 对 我也其实有点担心 我觉得再怎么样 都不要再用这个棉洗筷子 真的是太不环保 那其实过去棉洗筷子 曾经被验过很多东西嘛 是 那我觉得像现在 很多外食族 你早上蛋饼一双 中午牛肉面一双 晚上的这个排骨饭再一双 我觉得这长期的一个步入 我觉得基本上我很不建议 像其实我们餐厅或饭店 它其实会比较受到 消费者高规格检验的餐厅 通常来讲 他们都已经改用这种 上面是塑料材质 那下面是不锈钢材质的这种筷子 为什么 这有什么好处 因为其实第一个 我们在不锈钢筷的 这个尖头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快生的这个部分 它比较容易清洗 而且它比较不会有 那为什么不用一体成型的就好了 一般来讲我们消费者会觉得说 好像比较重 不好握 比较重 因为再夹可能就比较 不会那么夹得起 老实说小孩子练筷子 也要练久一点 所以很多人说 中国人比较聪明 就是因为筷子 手脑平衡 来 这些筷子会不会让你生病 第一个 筷子用久变色很正常 对吗 对 很对 你们两个都对 他两个都错 为什么腌泥子有变色很正常 因为其实我们这样讲 像日式料理的餐厅 像我们一般来讲 都会用这种筷子 下去炸这个天布火 那很多人 很多人就是说 通常他会用那种 所谓的日本漆器的这一种筷子 那更可怕 它很可怕 因为它里面有不明的那种 涂料物质 有矿物质 金属 重金属 我们在用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 第一个它就很容易退色 漆会退掉的时候 它就会退色 那第二个可能就是说 我们使用完之后 可能会用菜瓜布 或用清洁布 去给它做一个清洗 那等到你看到那个 我们的这个筷子 洗到变这种 好像漆被洗掉的那种感觉 它上面有一点那种 毛隆隆的那种感觉出来的话 其实它就已经 它其实这个筷子 就已经坏掉了 筷子尽量不要很多颜色 因为它是跟我们嘴巴接触 而且跟食物接触 因为有些人有咬筷子的习惯 对 尤其小孩子 像很多人像学习筷 很漂亮 五颜六色 那又有塑胶 又有很多的彩绘 这样咬一咬 其实那些色料 很多都是重金属就咬进去 那刚才师傅讲的 就是说炸的时候 那如果是那种 其实很多筷子 像刚才师傅 那个红色筷子有没有 我认为这种筷子 其实是观赏用的 绝对不要拿来吃 很多的那种日式筷子 好漂亮 而且还有好多的袋子 那其实我如果看到 我也会买 但是我绝对不会拿来吃东西 我绝对把它 摆着当贡场 贡场用的 那像我 变成艺术品吧 对 我会觉得 那像那个 像刚刚有讲那个美奈米 有没有 美奈米如果跟这个 不锈钢块接在一起的话 那你就在清洁上 就会比较麻烦 也会有问题 对 因为美奈米 其实曾经有 高雄医学院大学做过 它讲四十几度 它的这些三十几度 这些就会融出来了 那如果你是结合的 那你如果又放到这个高温去烤干 或者是到这个紫外线的话 其实都会让它破坏得更快 好 所以我大概知道 我要选什么筷子 不晓得 观众怎么样 刚刚也附送了一起 正分题 裸色的筷子比较安全 大家已经讲了 就是最好不要有颜色 越单纯越好 越单纯越好 好 来 很多人都说 筷子裂开一点点继续用 我都有看 有的时候就筷子这样 长短角了 还可以继续用吗 清举牌 大家都 这也是送分题 都不可以 好 来 新筷子买回来 有没有做开快仪式 来 开快仪式 像这种东西 一定要 第一个买回来的时候 一定要稍微去把它做洗过 那洗的部分 以前我们老师不是都教我们说 用那个什么 用热水去把它烫过 那其实不然 我们不是这样子在做 其实我现在都会用那种 中性清洁剂 去把它洗过 之后再把它晾干 擦干就可以了 我知道 我们这里面 又研究毒物 又对龟毛的 就是谭老师 来 谭老师 你对筷子是怎么清洁 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的就是这种一体成型的 那我很简单 因为就像师傅讲 它有时候会有一些油 那我就是用中性清洁剂 先洗过 就是把它整个都打开 然后泡在这个 让它整个没在水里 然后再用这个海绵 就轻轻地这样滑动 把它洗干净之后 然后我通常会再煮一次 让它 乖油 油脂 没有洗干净的话 那油脂就洗掉 还要煮一次 对 就煮一次 对 然后煮一次之后 就把它捞干 再把它捞起来 再冲一冲 然后就擦干 对 擦干 那一定放烘碗机烘干吗 对 我会烘干 对 因为我的是不锈钢 所以简单 那我不大用这种东西 因为过去 我们有时候在一些面店 看到它放这个块 下面好脏 对 结果 其实在家里 我曾经也看到很多家庭 它洗了一次放在烘碗机 这烘碗机下面是发霉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我就比较不想用这个 我就是放那种平放的 对 我家也是平放的 对 然后就整个放进去 让它整个烘干 对 这样比较安全 所以你那个中刷是用来清洁筷子的吗 许多说 因为我的是没有凹槽的 可是我倒是要特别提醒 像这种有凹槽的 你就准备那个中刷 或者是这种小牙刷 去把它刷一下 而且你要横向刷 很多人喜欢这样刷 这样刷是没有用的 你要横向的去刷它 因为我也看过蛮多这种筷子 横向的就 上面就一条一条黑黑的 那你没有把它刷干净 而且就也是一样 跟不快的意思是一样 我觉得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得好 吃饭烹饭大 对 所以吃饭真的要事事讲究 因为毕竟这些食物 都是要吃进我们的肚子里面 这么影响我们的健康质据 所以你吃既然是营养还是毒素 关系就好 那真爱自己 真爱环境 我们要对这些吃饭的家伙 要更认真 更勇心 好 谢谢大家带来很好的时间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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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